價值的討論是 其實相親在一個更大的學術處場 這樣的一個市場裡頭 那我認為 就是我觀察到或者我其實在思考一次 就是說這一個價值確立的反撲的力量 其實一部分的那個討論 其實引發出了兩個面向 就是說一部分它延續了過去某種 以天下為其任的啟蒙知識犯人士的說法 就是說呈現啟後的文明價值 與其作為另外一種所謂價值的確立 另外一部分其實就是 對抗所謂保守力量的反制論述而來的理論保衛戰 那其實這件事情前連到 其實包括武漢研究這20年來的建制化 以頭的外文系或英文系 內部跟外部跟它之間的關係 其實我覺得也是在這個脈絡第三 應該被思考進去 就是說新種主義的這個壓力 其實在台灣的學術成果當中 其實一部分轉換成了 自由派人文的批判知識形態的舒適價值 這個人文位置的確立 其實從全球乃至於到台灣 我們會觀察到一部分轉變成了 傳統學科的知識確立 其實包括劉奧斯剛剛提到的某一種 傳統知識學科的反撲或者是反應 然後也就變成後來反對跨水科 或反對文化研究的知識條件之一 可是另外一方面是 私有化的市場導向 以知識分子的社會貢獻價值為名 而變相地變成世俗化的希望將知識 以市場價值而走進某一種產業化 而這個產業化我要說的不是一個價值好壞的判斷 是這一個過程如果剛剛志平說的那個轉進跟轉出 對我來說就會是想要知道那個轉進跟轉出 它的效應的代價是什麼 就是說於是在美國某一個意義上 然後其實包括歐洲的某一個所謂的 右派保守主義的興起或者是民粹主義的興起 其實是有於是有了非常多反制 反知識分子或反科學的論述出現 那其實它產生了很大的排擠 甚至是暴力的效應 那這裡頭的反是其實牽動的包括反理論 然後其實這樣子的一種效用 其實造成了知識分界線的更大的風格 於是出現了其實各種討論裡頭 比如說包括理論的去讀之化 乃至於成為 quote 是說議題導向的文化研究 這樣的一個說法 那在這裡的難處對我來說 其實包括英文文學研究在內的 文化研究的批判知識分子 因而其實被取格成了 理論派或是從文學研究 或在這個意義上其實是以國族與種 美學甚至以文化街去做為取格 那文化研究如果過去 某一意義上強調的社會介入的面向 其實成為了在某個意義上 現在變成了所謂用處的價值市場指標 而所謂的融合式價值 在這個時候的文化研究 某個意義上變成了市場工具的介面 那強調在立文化的同時 其實似乎預設了民間社會文化的複雜化 或者距離文化 那造成的效應其實是原本 公共知識分子裡頭的介入 成為了某一個意義上的新手主義 文化多元的實作指標 所以過去文化研究如果與 比如說大家也談到 那個姐姐跟民主化過程當中的 一個重要的社會介入 可是它漸漸失去了空間 維持它的動力跟批判性 那個取摩落不見 部分被吸納了成為 是廠塊的文化工業的一環 可是消耗的其實同樣是 知識分子裡頭的批判社會性 以及對於知識結構的反省 跟改變的可能 那對應某一個意義上的 所謂保守勢力的 右派的興起帶動的這種反制 其實在台灣本來就有點缺乏的 某一種所謂的 就是我還不知道怎麼定義 就是某個意義上的 所謂的主義知識的斷裂操作當中 其實變成反應在 與理論跟反理論的爭論 而出現文本跟理論 或者是文學與文化研究更大的區隔 那加深的其實是 鬼才跟現代化的文學研究區隔 然後局限了文學跟文化研究 真正希望跨領域的企圖跟可能性 那我想要說的其實是 當我在說不管是文創也好 或者是市場化也好 我不是要把它當成 就是說單純的正面或負面 而是我其實有點想要知道 在它當中牽涉到的 那一個知識的效應 然後那個權力的效應究竟是什麼 那這個效應其實很重要的是 因為如果我們在意了 文化研究知識分子的社會介入裡頭的 那一個對於本來權力結構裡頭 就造成的各種不平等的區分跟擠壓 那在這個意義上 我覺得我們也繼續面對這個問題 因為實際上的這個區隔會加劇了 本來就不平等的區隔跟資源的強度 跟排擠的效應 那所以我也會在想 剛剛劉老師問的那個問題裡頭的 那一個勇氣跟endurance 它的物質基礎到底可以是什麼 因為我就聽到上場所有人 一種生存條件的喪失也好 或者是不確定也好 或者是交流也好 或者是不快樂 所以我也在想 就是這件事情我們要怎麼理解 那這裡頭再突然的權力效應 對我來說 是我自己希望反省的 某一個意義上的第二點 那我一次會很快的就把它講完了 就是如果在那個意義上 文化研究作為一個重要的 這個國際主義點線跟英語 是台灣的知識界的關係 也就是說 如果文化研究在台灣的學會成立 98年 然後這個成立其實在當時候 是亞洲第一個成立這樣的學會 那剛剛其實影星在分享的時候 也提到馬來西亞其實到現在 還沒有文化研究學會 或者是某個建制的話 所以他在問說 我說我聽到的一部分是那一個 我們已經在反省所謂的 這個建制的20年是什麼意思 可是他的意思就是說 文化研究可能在某些地方 還不見得那麼出來 那到底我們要怎麼想像這些連結 那我的意思是 我在想的是 我們有沒有可能不以建制的方式 作為知識跟運動的連結形式 就是我們有沒有辦法想像 跟不同形式的界面來操作 這個國際的批判知識跟運動圈的連結 那那個重要在於 其實我剛剛上面說的那一種區分跟區格 其實加劇了各個國家的位置 那那個國家的位置 其實這排列組合其實 真正做到的其實變成了 是一種以國家本位為位置的國際主義連結 那我就會想到 昨天開幕的時候 劉曉雲教授講的 另一個如果他的分析在某個意義上 指向了某個意義上去理解 中國的內部的那個將界的想像 跟某個暴力的生產 這個內部其實牽涉了一個國際地 國情形狗的外部 那對我們來說 我們有沒有辦法去想像 台灣在這樣子的一個 在這樣的一個關係裡頭 我們怎麼想像台灣被牽涉的內部跟外部 然後台灣自己內部跟外部的將界想像 然後跟國家轉折的暴力 那個裡頭包含了 剛剛劉曉雲提到 越來越多的東南亞來的學生也好 或者是我們的南京想像也好 那這是一個面向 那另外一個面向是 這個國際化的同時 其實我們似乎讓那個國家 跟現代的界線更加明確 而這個缺格的 這個分隔的國際化界線 對我來說其實 剛好跟文化研究希望強調的 跨學科或去疆域或者跨領域 其實是相反的 好,我再一半都可以講完 然後這個跨領域對我來說 就會變成了我現在看到的跨領域是 譬如說英語APP 意思就是說我們都要跨的國家市場 文化也都強調你要跨 但英語APP就是 你出英語我出APP 我出英文然後我來做介面 於是我們就跨領域了 然後科技人文 你出科技然後我出人文 就是我們就跨了 可是這個跨本身 其實是強化了 那個本來的知識裡頭的區別 所以我們如果說 人類學、社會學的合作 就變成了是 你的人類學要做得更更 因為我回到春祖國的那種形式之年 而文學要做得更文學 然後我們一起來合作 那個叫化 可是這 這樣子一種區隔 知識的區隔 其實就真 就跟與國家 這個現代化區隔正好 其實是大抗線 所以在某個地上對我來說 這樣子的一種危機 其實是維穩了這樣子的 所以我覺得要一樣 那個群摩了 我們會在這個RubHound裡頭 越來越康見 這是我的分享 謝謝 我接到這個任務 我想朱老師叫我 坐在這邊 那也是李歐立友 然後宣伴可能叫我問這樣 那後來我會想說 其實我從來 從一直到現在為止 其實都沒有辦法很完整的 把我自己的那個學系把它講完 就跟剛剛朱老師說的一樣 經常我在路上 不在路上 就有間場合遇到 學院裏面的同儕問我說 你到底在什麼系教書 我就跟他說文創系 然後他說全品是什麼 我跟他說全品很重要 好啊 第一個是文創這個產業 大家都知道是台灣獨有的 我的意思是說 大家會說 那是學英國的 英國不是這樣 學日本的 日本不是這樣 台灣的文創 他就是很local的 所以我在想說 第一個我在 譬如說我不是在台灣 重要的文化研究的系統教室 我也沒有太重要的想法或概念 但是在這個地方我覺得 在談文化研究20年 或許就把我自己的 在這個文創系裡面交付 然後工作的這個經驗 把它拿出來跟大家分享一下 然後或許可以呼籲一下 剛剛各位老師的談論這樣 尤其是剛剛健子們在說 到底我們要做什麼 對不對 我們要做 通常比喻我自己要做 就是說 你是站在邊界上面做 幫大家兩邊的人開門 盡量讓兩邊的 不是變成inclusive exclusion 或者是exclusive exclusion 不是這種 而是說有沒有辦法 扮演麥斯維爾之腰 你把東西推到另外一邊 讓它速度快一點 然後這樣的話 它就會讓 譬如說某一個空間裡面 會提早發生一些變化 那我現在看到的是說 我先說一下 這幾年我在 在中部的文創系 跟台北的文創系 都交過好一陣子 那有一天我去買鞋子的時候 然後呢 在買鞋子的時候 突然間有一個女店員 會跟我說 老師 我怎麼不看他 我說 好像是我以前 在中部的某一個科技大學 教過的學生 我會說 你在說什麼 他說我畢業了 我現在在賣鞋子 你知道嗎 我跟他打完招以後 我是用討的討走了 第二個是 有一次我到台北的大賣場 對內部的大賣場 然後遇到了我 曾經在前年畢業的學生 然後呢 他在熟識區掛著口罩 我看到他 我想要叫他的時候 他就把臉別過去 不願意看我 我心裡是覺得 有很多感覺是有一點說不出來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大家 譬如說我們在講文化研究的時候 有沒有人是跟我一樣面對的是 他們是一群 有可能沒有辦法把文化研究 當成是他們的生涯 工作的一群人 而且他們完全都沒有機會 那我會想說 那如果我是這樣的話 文化研究還能幹什麼 當然把他丟掉嗎 然後就換一套別的說法嗎 後來我自己覺得說 就是 邁克魯漢在他有一本書叫做 Culture is our business 那本書在講很多的廣告啊 商業 然後他說休止 然後他是在惡搞他 那我覺得他 這一個 這個書的標題 其實提供我們另外一種思考 我們是不是一直在想說 譬如說 Culture industry is not our business Or mind your business Mind your own business 就是其實跟建品剛剛講的一樣 你就是管好你自己就好了 那文化研究 對之於文創或者文創之餘 之餘所謂的文化研究 好像到現在為止 其實也沒有什麼太多的意義 那我的另外一個同事好像先離開了 所以在這個 在文化創意產業經濟學習 跟文政系或者其他的文政所 其他的組其實不太一樣 因為文創裡面訓練出來的學生 他們就是以後要去工作 其實他們是實際要操作的人 所以當我到那個系的時候 常常被問說 奇怪啊你可不可以帶學生去參加紅點啊 還是什麼什麼新世紀 什麼設計大賽 我都跟他說不行 那他們就用那個眼光看著我說 那你才在這邊有什麼用 但是呢 但是我覺得啊 就是從文化研究研究學到一件事 就是說其實最接近 就是說日常生活的概念 譬如說從level race的角度來看的話 你那個common culture 能夠創造出來的東西 有時候的確走不出那個教室 那所以我在學生的身上 後來經過幾年看到他們 譬如說他們在辦他們活動的時候 用的共識 譬如說做了VA製作的時候 譬如說把一些同學聚在一起 然後改變那個社會空間 那有時候這個旁邊看的人 其實有小小的感動 但是它不是一個industry 它也沒有辦法創造一個太大的規模 雖然說我們都知道說現在台灣 其實政府在推動文化創意產業 把所有過去只要跟文化有關的產業都包進來了 然後但是其實錢沒有那麼多 所以16加15加1 但是其實也就是已經回 因為資偉末節的部分 過去的低薪勞動的這些 勞動力密集的這些工作 被當成是所謂的新興的文化創意產業 但是我們要知道就是說 對於一個17歲、18歲的年輕人來說 這個是一個像 我都經常戲稱文化創意產業學系的學歷 是招牌上面是鍍金量很高 但是知識上面是含砂量高 所以就是在混了 那如果要從場域的角度來理解 所謂的文創或者是現在有沒有可能 我們在這15加1裡面 把我們過去所學 其實我在文化研究20年當中 中間有10年我都在讀書 所以今天在這個地方的時候 我現在有點搓亂 因為會有學生叫我老師 但是其實我做完一項年 我看到老師 所有老師都叫老師 所以有時候 所以我不太知道自己在自己幹什麼 所以我常常會躲在旁邊 那 但是我們可以這樣 前一陣子 講一些別的話 就是萬倩跟那個吳哥 大概前幾年 拍了一部戲叫做《烈草》 然後我第一次看到《烈草》 其實我就要當 無化創意產業語面教書的老師 就要知道學生在幹什麼 所以他們看錄劇的時候 就跟著看錄劇 有一個人看出去 有一個人看出去 有一個人看冒花 有一個人看冒花 因為我想要知道 他們到底在想什麼 那以便我能夠偷渡 偷渡東西到他們的身上 那《烈草》裡面的第一集裡面 有一段 我反而看了兩次 那個劇本是 那個劇本是 裡面有一個人 有一個男配角 就開始說 把迪悟跟Egoton 在劇本裡面談 跟Egoton 我可以是 那些人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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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可以說 那麼多人看 有一個人看